作为30系显卡中唯一的千元级产品 RTX3050的问世可谓是牵挂了不少玩家的心 但由于其所拥有的8GB显存和较好性能 让原价1899元起的RTX3050 首发价直接变成了2000元以上 进而导致不少玩家纷纷劝退 但是现在来看 OVIDIA将会对其进行升级改进 在保持性能不变的同时 数价更低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对于OVIDIA自身而言 RTX3050的发布 确实是弥补了30系入门级显卡的不足 同时其所搭载的未宽为128bit的8GB显存 也的确要比AMD的RX6500XT强上不少 当然RX6500XT的售价 也确实是比RTX3050便宜了300元 所以为了专门针对此价位的市场 老黄将会在目前的基础上 重新展现刀法 并推出新版的RTX3050 以及RTX3050 4GB版本 具体来看 根据TAPE WANUP的消息显示 新的RTX3050将仍会采用三星8nm支撑工艺 但会基于全新的GA107核心打造 拥有2304个库大核心 72个纹理单元和72个张量内核 除此之外其也会配备未宽为128bit的显存 但显存容量会缩减到4GB 同时仅会采用单8PIN电源供电 而其的整卡功耗也会降低到90W 至于在性能方面 RTX3050 4GB的浮点性能将来到8.018TFLOPS 相比目前的RTX3050 8GB大约减少了12% 但融会略强于RX6500XT 然而这并未结束 根据IGSHLAB的消息显示 除了RTX3050 4GB版本外 RTX3050还将会有新版本 而它也将会有全新的GA107核心打造 但其所拥有的核心规格 会与目前的RTX3050 8GB版本保持一致 但其的整卡功耗会从130W减少至115W 换句话而言 新的RTX3050仅仅是目前版本的换核心 外加功耗精简版 但这也就表明 全新的GA107核心 相比GA106核心来说 电源利用率更高 至于售价方面 RTX3050 4GB版本 国外定价19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1264元 国内预计1599元起 而新版RTX3050 国外定价249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1582元 国内预计1799元起 但这两张显卡 都有旺在3月份推出 看来老黄这性能不变 但售价更低的操作 确实是在疯狂被刺老用户啊 他不是都是给索尼学的 很威尼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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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